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想用科技去解决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 9月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 香港受到创新科技评分低的拖累 排名下跌两级到第九位 报告反映香港科技人才不足 亦难吸引私人企业投资科技发展 香港人不需要用科技去做生产 去做生意 而香港人很多就是用钱去赚钱 创科局成立一年 特区政府强调 会投放超过180亿元 推动科研产业 究竟在香港投身创新科技 除了钱还面对什么困难呢 其实我们这辆小车来说 功率已经提升了 电池提升了一种新的鋰电池 所以它每次充电池后 能走到200公里 比较到市场上其他传统各方面的车 这辆车是理工大学电力电子研究中心主任 郑家伟的心血 2007年他和本地车厂合作 成功研发香港首架电动车 当年申请很多科研项目 或者找业界的投资 都很困难 他们看好这个概念 未必看好这个市场 他们当时想不到科技来说 其实需要五年十年 或者二十年才有一个回报 这个香港品牌 连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都试错过 不过因为筹不够钱生产 郑家伟和车厂 最后已约一亿港元 将电动车品牌連同技术 卖给一家美国环保车厂 是一个极之可惜的 因为其实是我们本土 自己研发的一个品牌 亦是亚洲区最早 其中一个最早电动车的品牌 如果买给美国是一个多浪费 你就是用笔紫色 你想得对吧 这已经熟了对吧 謝志恒大学毕业之后 从事医学影像研发 希望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给医院培训外科医生 针对高危的脊椎手术 2015年 他成功研发了一套 虚拟现实技术的医疗 训练仪器 被医生在正式手术前 进行无耳手术练习 我们现在的软件 就是可以令它很立体地看到 令它有一个更加精进的手术规划 令它们手术的时间可以减短 我们现在和医院的合作 就是说通过我们这种手术规划 病人在某一些手术的定位 时间减短了 而他们接受到辐射量也减少了 謝志恒去年8月开公司 请了15个员工 打算以香港为基地大展拳脚 但花了三个月 都找不到投资者肯长线投资 11月他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南山 香港我们找到可能有数码的支持 但是在私人的基金支持上面 我们的确是寻找不到 香港的投资意向 取向于消费人的市场 所以我们都报个名又不行了 我们也都见过面 他们都很礼貌地叫我们 不如你回去内地找资金 我们就在深圳那里 开始寻找资金 也都很幸运地 我们就碰上我们的angel 他也都愿意投资在我们的项目上面 这里就是南山软件产业基地 现在一个新的位置 就是集中所有的软件 资金 或者一些硬件开发 几间大的公司的总部都搬到这里 这个区基本上是南山 就是科技发展最活跃的区 年轻人敢于创新 大学毕业后 做环保政策研究员的Aliot梁怀宇 发现有很多人将不用的物品 就这样扔掉 很浪费 决定以共享经济理念 开网上租借平台 被人互相租借限制物品 在2014年的时候 就做了很多研究 就是关于一个资源的运用 立刻报告 然后就日想夜想 就放不开这个点子 去到一个位置 我本来不是很意义 这件事其实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 譬如我去朋友家 我需要这件事的时候 譬如有一晚 我们好像需要一个火锅 哎呀我们没有 但其实邻居可能有的 哎呀最需要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那我就去到一个位置 我就 与其继续写报告 不如自己 就出来 真的将这件事 由一个 一个理论 转化为一种现实 哈啰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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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梁居来的 梁居来的 樓上十四楼的 我请你加入 我们有一个网上的群体 是给我们梁居之间 互相租借物品的 亨昌集两年前 跟进Eliot 实践初创意念 当时他逐家逐户 拍门推销意念 现在他的公司 已经申请到 数码港四十三万私助 都借网络平台 有超过一万名会员 可借用物品有四千多件 Eliot公司主要收入 是向租借客户双方 抽取服务费 他下一步 打算进军新加坡 他说最困难的 是如何向人解释 共享概念 譬如我们现在 跟很多用户来聊天 他们都要说 我为什么要问人家 来借我买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要 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给他们一个 不同的未来 看的话 他们会觉得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用一个共享的模式 来取代这种现况 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其实想想象 一个这样的未来 从一个梦想 来变成一个现实 在大学从事科研的 郑家伟教授 盖探香港很难留得住人才 他的团队有25人 当中只有9个是香港人 他说现时的科研基金 主要来自研究资助局 和创新科技处 撥款是以项目形式审批 他曾经因为等不到科研基金批核 而被逼解雇六名研究员 其实我们科研基金来说 都是购买项目的 这个项目完成了 就希望有下个项目接着来做 所以每个项目分明都不同 时间都不同 可能项目和项目中间 有一个缺度都不定 所以我们维持团队的话 都会很辛苦 很多研究员觉得 做完这个项目 下个项目就不能做 所以有很多限制 未必有那么多 有志之士会投身 回归后 政府成立创新科技处 向创新及科技基金 注资50亿元 由发展科学员和数码港 但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 2010到2014年 每年研发开支 占本地生产总值GDP 都不多过0.75% 港科院院长徐立芝批评 因此推动科研 证出多门 资助分散 而创科局未能统筹各个部门 有效分配科研拨款 香港研究资助金费 是不能集中的地方 现在研究资助局 是属于UGC下面一个单位 UGC是跟哪个报告的呢 是教育局 所以这个整个是错配 3 2 1 政府今年初在施政报告中 宣布投放超过180亿元 推动创科发展 包括20亿给院校的中油研发基金 和20亿元创科藏投基金 有业界批评 局方要先成立一个委员会 再商讨创投基金投放方法 程序繁琐 未能解初创企业而未至急 我们全部都有时间表 而且这个时间表 我一直都公布 而且你要了解到 业界 我们一定很重视 我们的做事那些 procedure 步骤 你不咨询它 它会吵 但是我们这些东西 不是慢的 但是我们走完 所有的程序 令到业界很舒服 好 你好 想找一些租盘 有没有短租的 例如六个月的那些 现在没有的 为了实践共享经济的理念 梁怀宇亲身做实验 看看如何利用自己的租借平台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我们公司将来做一个 一个月的模仪计划 在那个月内 我们只是带一个行李箱的东西 那那个月内 一切所需 就是向我们的邻居借入 或者租入 好 开办网上租借物品平台的 梁怀宇Idiot 希望用真人示范实验 共享经济理念 在这个模仪的实验当中 我们可能很多心理上 或者是他预见的问题 或者是他的开心 都会有一个日记来记录 今天第一天搬进来 第一件事 发出了一个征求 是一个充气床褥 刚刚发出 希望尽快有人回答 否则我今天可能要困地下 我们大概有五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走失狗的风险 是 我们的问题就是open question Eliot的朋友Ringo 林永军 是香港第一批 投身科网的初创企业家 他说香港的 共享经济发展 起步迟 新一代 投身共享经济业务的 初创企业家 很难得位而出 但是假如那些 香港整体来说 真是迟了起步 投资这个 是有个cycle 那些VC 找公司投的时候 他会偏向跟随 那个节奏 那如果你是最早的批 那他一般就可以 风险高一些 但是回报率高 那你越后期出现的公司 就是说前面的公司 越来越多 那就是你成功 机会率 其实相对地会低了 Ringo去年 成立网上 寵物民宿平台 模仿外国 将社企 结合共享经济模式 带来香港 提供 寵物酒店以外的选择 Idiot很认同 这个 共享经济的新方向 我最想做的 就是透过科技 真的有个新的 生活模式出来 就是可以 人家可以想想 其实我 我过去那二十多年 或者我上一代 父母那一代 他们的做法 其实是否最好的做法 我现在可以做 做些什么是可以更多 Hello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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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样东西 哇 这个是直纳色的 对 这个是直纳色的 好 梁怀宇实验第一个星期 已经借到床育 但他说 很多时候想要租借的物品 不是那么方便得到 今天就需要一个吸尘机 我们的平台上 就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 如果你看到上面 未有一件物品 或者你附近 未有一件物品 你可以发出一个愿望 我们叫许愿 但我们发觉 许愿这个功能 其实未是很完善 因为如果我今天这样发出 可能是附近 所有人都会看到 有个轮居 有个吸尘机 他们可能会隔几条街 可能太远 未必会肯 这么烦 所以我就领悟到 其实这个许愿功能 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结合创新科技和共享经济 成为不少年轻人 实践初创意念的新方向 不过 政府的政策和相关法例 是否能够追得上呢 以共享经济模式 形成的电照汽车服务Uber 去年被警方高调执法 拘捕车主和职员 有业界批评事件经过了一年多 但政府到现在还未公布 会否就相关法例修订 展开正式讨论 宅外创科企业发展 我觉得市民不需要为了 因为香港市场没有 我担心到我们很落后 其实香港市场有很多是没有的 但是香港市场有很多是有的 开发虚拟实景医学影像设备的謝志恒 将公司由香港搬上深圳四个月 就有内地医院使用渠套技术 为30个病人进行模擬手术 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 一个要把握 然后很抽象 变成立体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已经肯定是接下来 改变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以前的练习 我们可能要做个标本 不是这个患者的 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形 所以这些是标准化的方案 我们完全可以 在针对这个病人 他的情形 我们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之后 我们试试在练习 练习做 行不行 OK 我再上台 你可以想象 以前是从来做不到的 现在这些肩膀要固定 现在这些肩膀要固定 一会儿一定要练习 慢慢慢慢慢慢 进来的时候 手脚也不能动 这么短时间能够恢复 真是奇迹的 当你可以见到病人 真的因为这样减少痛苦 增加了信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多疯了 你现在好多疯了 我说你一跳 都是这样的 是这个问题 你不是这样的 要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讨计 你会想象力 你会想象力 更多的 就是这些东西 你会想象力 我还想下去 我觉得 要是这样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酬务资金 谢志恒现在经常穿梭深港两地 他认为特区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增加拨款 鼓励创科发展 但在政策和配套上就欠缺明确方向 难以吸引外资和留住人才 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 我当然很希望它的技术一定是在世界上领遂 我们很多人都领遂 但我们真的说不上在创新和技术上是领遂 这种失落感是我这两年很强烈 整个社会没有想过一个技术 其实可以影响到变得十年 一个技术会变得变得二十年 我们有没有讨论过一个技术 十年到二十年可以影响到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视野 我们很难在前期的时候 就作出一个决定 在哪些方面投资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公司隔离 因为我们公司隔离都在住宅单位 进行共享经济模拟实验的Eliot 差不多两个星期 已经在自己开办的平台 租借了超过十样用品 有一样东西我出乎意料 就是其实省到很多钱 我昨天计过 如果我要将过往这一个星期 所有我用到的东西 如果我当是正常生活 我要用就去买 我用就去买 好像要花七千多元 但是我现在是百几百元 就可以租回所有东西 都已经未计算一些虚拟实景的游戏 如果只是这一样东西 已经有几千过万 今天我们就问船 去一个湖里面做测试 主要测试每个部件的活动 包括太阳能 马达电池的性能 成功研发电动车的李大教授 郑家伟 2011年开始研究小型电动船 他说现时船只使用柴油燃料 成本比电费贵 又不环保 他看好香港电动船市场 其实今天来港南有太阳能 可以控制到船在太阳能之下的操控 其实效果不错 因为今天这个太阳能足够 可以推动太阳板 我们是由大埔 驾船去李渊门 回头 可能油费要千多元 但用摩打来说 就算我用50公里的摩打 那个电费都是大约100元左右 他希望筹集最少50万资金 继续研发 但一直都申请不到基金 目前只是靠大学 有限的研究经费支援 其实这个科学来说 是一个新上市 所以对这个是新的来说 人们要多时间来消化 主要就是找零排放 去省电的能力 比很多船再多很多距离 未必个人都明白我们做的事 那你解释比较多一些 还有长时间斗争才行 在香港就经常有句俗话 就是high tech high year low tech low year 这个讲了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做这个高科技研究 是真的投资的回报 就未必一定肯定的 就不是投资得多 就回报越高 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个科创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要把握 就不要让它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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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